昨天我们曾经报告过台中市一名国中女老师在课堂上突然向学生下跪 并且恐吓学生说农历七月如果晚辈被长辈跪的话会折售 引发了不少的家长不买 认为这个老师不适任要求校方来撤换老师 但是学校表示说事件爆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联络上女老师 而她也没有到学校上课 至于要不要撤换教师目前依法不合 国中教室讲台上灵犀女老师对学生下跪膜拜式额头碰地 五指摊平放在头部两旁 学生看傻了用手机录下影音 她本身就朋友也不多 所以说也很难知道她的内心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还要持续在跟她聊 到底了解说她到底现在她的心里面是在想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脱续的行为 下跪的这名女老师40岁 她在去年的毕业纪念册还比出俏皮的手势和学生合影 9月11号下跪后进入校方的观察期 从24号开始进入两个月到半年的辅导期 报告将承报教育局由教育局决定续任或撤换老师 不试任的部分只能够走法律程序 那至于说能不能把它换掉这个部分 因为与法不合 也就是说其实法律没有给学校这样的权利 可以去撤换掉这样的老师 校方解释女老师朋友不多 可能是因为私人因素影响心理 又没有抒发管道才会有激烈的行为 目前将请老师辅导学生的心理部分 只是现在女老师突然不见人影 也没有请假 如果一直这样旷值 恐怕不用等到两个月 这名女老师就会被学校解聘 中间新闻公寓的圈玉柔台中采访报导